已经结冻了还能够到处来喝吗 来看到交通大学的学生所研发的这种 用面粉做为主的新超级的海绵结构体 可以应用在哪里呢 汽车的保险感 隔间墙或者是室内装潢的材料 有趣的是这种材料能够吃下肚子 学生就笑说了 要是不幸遇到了大地震的话 房子都垮了还可以啃房子来止积 那么正向的研究获得了 交大所颁给的创业组30万元的奖金 学生正在申请专利当中